本节目不对不特定人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论述的股票是有会员手中的股票 我把股名代号都涂掉了 各位不要去找 假设你要操作这档股票 要来参加会员 好 我们先把盘式再讲一遍 美股礼拜五算崩跌了 那因为我们休假礼拜一它小反弹 台股还是持续再跌 你认为台股在这里 已经结束跌市了吗 好 我们先看这里来 这叫台币 我为什么老是拿这一张 这是一年半以前 台币当时是30506的时候 台股是8523点 这个大家都很有印象 因为你只要最近这一两年有做股票的 你都知道8523是台股近期的最低点 好 台币一直升值升值升值到28.492的时候 台股是13149点 好 那到现在 好 这里是28.492 来 就这个位置 你看到这个位置 好 这里是13149点 你看到的是这个位置 好 那台币一直升值升值到最高 27.514的时候 台股刚好18619 这个叫714嘛 好 台币一直升值 台股就一直涨 涨到18619 可是 可是这是今年 18619是今年的一月初 好 这今年你看 台币在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最高来到 也就是贬值 贬值最高来到29.544 好 你对过来 就代表你所看到的这个台币 29.544的贬值是比 你所看到的多 贬的还要多 好 那我们对应一下 台股在这里的时候是几点 往下对 对下来台股是12144点 看到好 好 我们就假设好 那你台币 你给我升值升值到28.492 从现在是29.544嘛 好 你给我升值到28.492 台股也才13149 何况 台币是29.544 比28.492还要贬的还要多 那你认为149会不会守住 还是他会来测12144 会不会 其实我希望他不会 夭壽了 落落到13000几点 大家都病 大家都破散 不是这样子吗 可是对不起 他叫气势 会不会来不重要 而是在这里 我还是去年就不断地提醒各位一句话 看不卖做 不做不输 好 那我们看今天台币 台币今天你看 台币今天的收盘 贬值的收盘又重新高 贬值我们叫收盘 好 这是上个礼拜是29.511 今天的收盘29.515 看到吗 29.515 代表什么 台币贬值的收盘又在创新高 你就贬值在创新高 你告诉我台股跌正常 你会不会看得 从今年年初看到现在 我一直用台币跟你讲 我应该这样讲 我这个人 我说为什么是人格者 我只做一档股票 我做的叫生计股 我绝对不会跟你讲 讲很多莫名其妙的话 然后等一下银路列要涨 等一下建材要涨 等一下金属要涨 等一下食品要涨 我问你好了 你开始去想 大家看今天好了 今天跌最多的叫银行股 看到没有 银行股 对不对 那前一段时间 大家都讲银行很好 对不对 没错 可是对不起 现在银行股变得最多 是不是银行股变得最多 空头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只要 我应该在讲 我们比较 用总体经济的角度去看 俄乌战争没完没了 中美贸易也还没结束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就讲 我们现在来推一下好了 来推 我们用总体经济 用未来的角度去看 我说有两个国家 我们去看 看我看了对不对 你们也可以去看 用你们的想法 乌克兰战争对不对 有两个国家 我们讲 一个叫波兰 一个叫匈牙利 我为什么拿这两个国家来做比较 现在的波兰 跟现在的匈牙利 他们两个人均 我们人均是比较高 他们人均都大概1万5千块美金 人均 这两个排名 一个44一个45差不多 差不多 好 波兰选择的 我说 现在大国 美国跟苏俄 他们大国之间已经在 我们叫做 你只能选择一个 所以匈牙利 原则上他就选择输二 波兰选择美国 好 现在两个人 国家的人民所得 人均差不多 一个44一个45 差不多 我说大概 可能一两年后 这两个国家 我认为他们就差很多了 为什么会差很多 各位好好去思考这个逻辑 比如说你如果压错边了 那未来就会 我不是说很惨 未来跟人家压对了 就会差很远 一定会差很远 我说半年一年两年后 你去看匈牙利跟波兰 这两个国家 未来他们的人均 现在是差不多 44名跟45名 未来我看落差 应该会超过10名 就一个会 国民所得会增加 一个国民所得会降落 只是他压在哪一边 这叫趋势 因为以现在来讲 没有定论 我说未来 大家都会看 未来 一年后后 两年后三年后去看 一定会拉出 拉很多 这不要压错边 就好像做股票一样 你在这里 你觉得我做短线会赚钱 可是你不要忘记 长线才是真正的 股票有时候在想 一档股票如果它是多头 你就要做错了 你都还是会赚钱 为什么 好你卖错了再追 多头都会赚钱 如果是空头的话 你觉得我今天买最便宜 今天最低价我买的 说不然我还赚钱 可是明天它开门 砰 比今天的最低点还要再低 那你讲 马上就便宜 那叫空头 多头就不一样颠倒 所以我说投资做 我要不要侥幸 看没卖着 那我为什么一直在做生计股 我做生计股是只有台湾的 它不会应该讲说 它不会受贸易的 譬如中美贸易也好 它不会受贸易战争的影响 因为生计股它就是 最基本嘛 有时候讲一讲 它叫利势股 有时候想一想 它又叫灾难股嘛 生计股不会因为景气 它就不好嘛 因为你生病都是要生病啊 癌症就是癌症啊 好 所以我说 当7.4不对的时候 千万不要侥幸 不要去抢短 不要走 我从去年一直讲到现在 要 你就要来跟我做 因为我只做一档 网效型疫苗契堂 好 那我们先 今天先讲到7.4 这是日线 这是RSI 这是今年 年初嘛 1月4号嘛 1月4号在这里 看到哦 就今年1月初嘛 好 1月初 我说RSI背离 RSI背离代表什么 它只要是背离 未来都有一波的涨幅 好 这里叫7.7块嘛 1月4号 果然哦 看到从这里 注意再看一遍 没有改变 这里是6.7.7 拉近一点 来拉近 6.7.7在这里 好 那今年的1月4号在这里 好 果然从77块 跟你一路涨到251块 就这样子 那为什么涨 这里面当然有很多故事 可是我应该讲说 这一段涨到251.5 它涨的题材叫疫苗 也叫Omicron的疫苗 好 那现在Omicron 其实应该 我刚才讲 疫苗打身体健康的 对不对 未来一定会出 什么的疫苗 打了不会感染的 才叫疫苗嘛 所以未来 尤其是新冠肺炎 这种疫苗 未来一定会出来 而且它是打了不会感染的 现在没有嘛 现在所有的 你只要任何人打的疫苗 它都没有办法 跟你保证不会感染嘛 我所谓保证就是 激励啦 你如果说九层不会感染 或是八层不会感染 那就已经很痘了 可是现在打的疫苗 对不起 防重症 它不会防感染 好 所以这一段反应的 它叫什么 它叫疫苗 那打下来 打下来刚才有股东会嘛 好 那我们看 好 打下来 4月21日打下来 结果 严重背离 来看到今天 是不是严重背离 这里就严重背离嘛 股价没有创新低 RSI更创新低 看到 好 是不是 今天在这个位置 今天 如果以日线来讲 是连山黑 今天 今天其实它 它非常的漂亮 我很少看到这么漂亮的 它今天大盘 跌93点 它开146 收盘收145.5 所以收一个黑K 今天如果收红K就不漂亮了 今天收一个黑K 让它连山黑 连山黑代表什么 也就代表 开卖的 差不多都卖的 来看到这里来 今天的量再收 是在1954张 从7000多张 变成3000多张 今天是在1000多张的量 量收下 你看这个量 你看这里量是不是 几乎就是创了 这个黑线以来 黑啦 你看 黑线 收盘黑线 跌的 你看 拉过来 在这里 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 量收了 没有人要卖的 那我们从桌线来看 从桌线来 这是上个礼拜五的桌线 收盘 好 这里是107 这里叫四连半的大底 其实这个桌线也是 我们叫多空 好 在这条线下 这里曾经出现 三个礼拜的在线下 从这里就一路 跟你涨到251.5 好 那这个礼拜 我把它放大 在这里 好 看到 好 它既然突破了 我说这里突破 一定是个初生段 一定是啦 那本来以为 这个初生段 再来走初生段 结果不是 为什么 因为打真之下来 既然打到这里 所以这里就是初生段 所以我很确定的 它的疫苗的题材 已经走完了 为什么疫苗题材走完了 现在好像大部分的人 对疫苗已经 有些国家已经不打了 所以它的疫苗题材 就走完了 再来真正要走为 它的基本面 它的基本面在哪里 我们就看这里 它的专利总共有133件 看到 专利 210件专利申请 现在核准了 已经到133件 这是4月22号 也就是被打下来以后 4月20号被打下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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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公司的总经理 就是我们叫做出来开 类法收会 就好像法收会 其实 我那种叫法收会 然后就把公司目前的进度 告诉各位 那它现在核准的专利有133件 那原先成立这家公司的时候才17件 现在已经有133件 你看到这里面的内容 我用一句话 我做一个比较简 比较 比较 等于说用一句话去形容 这里面有一句话 我用这一句话 当然还可以比较多 任何抗体接上SCT 接是这家公司专利保患的 什么叫做专利保患的 只要 要是弃堂化的 都是我的专利范围 也就是你可以自己做 你也可以按照你方式 你承认专利 都没有错 可是对不起 当你要做 你要销售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 要经过的授钱 因为弃堂化的 唐君相的专利在我这里 我记得这件事 再看一遍 看到 都在专利保护范围 这是过程 然后我等一下再讲 因为 我说我内行的是在看门道 外行的看热闹 那刚好礼拜五 总经理出来 我们把它解读叫法秀位 类 类似法秀位的说法 那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重点在哪里 未来它的趋势在哪里 我先把这张图给各位看 我觉得它为什么这样讲 来 这我讲过了 它未来会成为 生技产业的IP公司 一个用力望来做比喻 力望 那我先讲力望好了 力望赚得比台积电少很多 来我们看力望 各位 力望赚多少 去年赚14.78 台积电去年多少 台积电去年就赚23块 有看到 力望赚的14.78 台积电是多少 23块 结果力望的股价最高来到2500 台积电才6不到700 那这个逻辑就是来再看一遍 这个叫什么 就是我们叫做 它的叫细致小叫IP 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 IC设计公司 如果有新的产品 那它必须IC设计要从头开始 那 力望的 力望它的设计是什么 好 我就叫按照你的架构 你要做什么 我再帮你接上去 我们用接的 我讲的比较白话就接上去 你马上就是你的专利了 也就是你就省掉了 原先的这份重来的 重来的人力物力财力 那我用我的方式 你的专利没错 我帮你架接上去 你又可以再申请专利 所以我就跟你说钱力金 这个就是力望 如果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生计业 又比力望更高阶 为什么 力望是你 你譬如IC设计公司 你已经设计东西出来了 你要不用从头 我帮你从中间 把你架接上去 那你专利继续 可以申请 或是继续 可是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它更特别是 你现有的药 我用我的解读 你现有的药 专利药 那专利它有期限 专利譬如五年十年好了 那期限到了 我就 我可以找你做生意 你专利快到了 我帮你再改 改一些城市 把那个去堂的部分 再把它改掉 你又可以申请专利了 我可以主动出击 可是力望 没办法主动出击 因为IC设计的公司 它要做什么 它一定是一直研发 一直研发 研发到 有需要的时候找力望 力望是被动的 可是这一家公司 它变成可以主动 所谓可以主动是 你只要是要 我都有办法帮你 后面再帮你 桥接上去 让你变成 专利可以继续 这个就是 这家公司未来 所以它为什么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说 他们会走得像力望的模式 各位你看到力望 从410跌到159.5 你回头去看 410跌到159.5 你如果敢在这里买的人 这里是2500 算160 160到2500 你去想2500是什么样的方式 1600就是假设你有1600万 就1600好了 结果它到2500 你就是2.5亿 就是这么逻辑 你做一档鼓勇 你才有这种感觉 好等一下我再继续讲 它内涵在哪里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 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本节目不推荐任何股票 我会员手上的股票股名 待会儿都把它涂掉 各位不要去找 那有很多投资人 在问老师 你怎么会做这档股票 做一档股票 并不是突然就冒出来了 我不像其他投资老师 看到三支涨停了 就叫你们追 因为三支涨停 一定有量有价 一定有量的时候 就有人买 就好做生意 我不是 我为什么在去年 7月就开始 请问的会员 开始慢慢收这档股票 我们回头去看 看这里来 这是2019年 莫克药厂 写的评述 莫克药厂 我们来看莫克药厂 这是莫克药厂 莫克药厂现在市值 是2216亿市值 2216亿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 现在的市值才多少 你知道 如果以今天145 他的市值 他市几亿 人家是2000多亿 他写的评论怎样来 在这里 你看 相较以改造细胞株的方式 利用化学消息进行 体外的抗体糖温值改造 可创造更准确的糖温值结构 而调控抗体功效 好 那就是这家公司 广效疫苗 糖温值这家公司的技术 可做出真正具有糖体的 糖体均化 均像化的抗体 就只有这家公司可以做出来 但是 重点来了 好 但是因为这个技术所做出来的 糖体的均像化抗体 若能 注意听话 若能在临床试验展现 及较好的疗效 且生产价格 如能让药厂接受 这个技术将成生产下一代生物药的化石代突破 它的生产的技术的疗效跟生产的价格 也就是能不能量产 能不能量产 就这样子 好 这是2019年 到了今年 这是今年的2月3号 看到2月3号 好 这在AZ药厂今年2月发表的论文 好 也就是这家谭文子公司 就广效益码这家公司 我们保密到家 国际药厂至今不知道 我们的这个平台 以达工业化量产的规模 且成本已经到下降 也就是我已经符合2019年 来 我已经符合2019年莫克药厂的要求 然后呢 这个平台是事实上第一个糖体 激香化抗体 进入人体临床实验的药物 那你告诉我好了 它应该值多少 所以它为什么一直在讲说 其实它未来会走的叫利望的模式 我说假设利望 你看到400亿 得到159.5 请问如果真的 它的未来会这样子 请问 我常常跟我的会员讲 做到一支股票 负三代 你的药压三代 来 去看 这叫160 这叫2500 1600到2500的意思就是 1600百万变成2.5亿 我不要说2.5亿 好 以今天来讲 今天算 算很衰微的吧 衰微衰微吧 利望 还有1300多 还有1.3亿 问题是你要在哪里敢买 你要在这里买 所以 我为什么常常这样 一宽人一宽妹 有两种人 一种人是什么 他敢在这里压下来这个地方买 另外一种人是 可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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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这里买 对不对 两种人 一种人就是压下来 在井线下面买 那个也一种妹 另外一种妹 还是一直挡 一直挡 挡什么 我突破再买 我拉回再买 我压下来再买 我要切力再买 在这里 我不得不买 一种一种妹 好 所以我说来 你注意看 你看到这里叫2月3号 对不对 好 我们回头去看 这里是今年的一夜 封关前 封关前三天 它为什么这么涨 各位都知道 从100总到150块 在这里100以下 150下 150块以下 涨到150 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涨一定有原因 股票要涨一定有原因 我们看这里 你看到的 刚刚我给各位看的位置 这里叫77块 77块就这里 就这里 突然在2月3号 就是我们过年 结果它在2月3号 封关前三天 各位 你如果有印象 封关前三天 就给你涨50% 为什么 看到这里 这2月3号 2月3号刚好 过年的时候发表 那它为什么 这里拉上去 拉上去以后 大家看到 哎呦 这张股票多好 对不对 结果 它一路跟你拉到251 现在压下来 也在这个位置 这里叫150 今天请问有过150吗 这个价钱 都比2月3号钱的价钱还低 也就这个 这个内涵 在这里 这里是149 今天145.5 而且是背离 所以我有时候想一想 各位 我再讲一遍 你是属于哪一种人 你是在400亿压下来 在这里买 还是你会在这里 突破以后买 还是你等压下来再买 还是你等它确认再买 还是你要受不了了 2500再去买 利望 但是假设你有这档股票了 我们都自己人 我还是强调 做到一支股票 可以负三代 你可以赢三代 你如果做不到股票 你的子女会因为你 可能要奉扬你很辛苦 所以要做对股票 以目前来讲 还有什么股票可以做 各位好好去思考 我为什么只做一档 我再给各位看一遍 来 我说这个内涵 跟公司的这些东西 未来会怎样 这才是各位要知道的 打电话来参加会 免同一个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另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